另一边乡被指控会选的土团党副主席拿督穆罕默拉兹 今天获判保住上届大选胜出的不成国会议席 而挑战选举成绩失败的巫统部城区部副主席 拿督穆罕默法伊莎必须支付两万令吉的糖费 吉隆坡高庭今天批准穆罕默拉兹的初步反对 驳回阿默法伊莎的选举诉讼 因为起诉方无法证明穆罕默拉兹或他的代理人 在大选中贿赂选民 法庭也提到请愿书不符合选举请愿条例第四之EB条文 基于当中存在缺陷 法庭决定撤销请愿书 阿默法伊莎是在1月26号入禀诉讼 以WhatsApp聊天记录为证据 指控默默拉兹曾经支付150令吉给每一名选民来换取选票 要求法庭宣判不成国会议席选举成绩无效 阿默法伊莎 阿默法伊莎 帝王